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第一集 一帮动力讯字节跳动旗下海外短视频平台TikTok 在美国的命运悬而未决 靠着他生存的网红们也正经历着一个特别的时期 一方面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封杀TikTok的举动 不少TikTok网红公开抗议 甚至发布讽刺特朗普此举的自创歌曲 另一方面 由于TikTok未来的不确定性 网红们已开始向其他平台转移 被TikTok养活的美国网红 Instagram YouTube TikTok三大社交媒体应用是目前美国网红最主要的活动阵地 相比于Instagram和YouTube 已有较为成熟的商业变现模式 TikTok尚处于早期蓝海阶段 但根据吃惊MCN的KOL市场参考报价分析 TikTok网红带货性价比要优于其他两个平台 TikTok给网红带来的效益 绝不要与其他两者 多家外媒在报道中直指 尽管许多网红都是多平台发展 但TikTok已然成为这些网红快速成名并获得品牌商青睐的主要渠道 根据最新数据 TikTok在全球的下载量已达22亿 在美国约有一亿用户 约活在6500万-8000万之间 投资银行科恩·康恩最近对18-24岁美国人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 这个年龄段的人平均每天在TikTok上花费58分钟 比在Instagram上花费的时间多出近三分之一 用户量快速增长的同时 TikTok平台上的网红也如雨后春笋般崛起 从去年开始研究TikTok停销的跨境电商 HFCEO陈明烟向一帮动力指出 TikTok与国内抖音内容推送算法相同 一个1000万播放量的短视频 大约可以带来100万的点赞数 最后转化为10万左右的关注人数 可以说TikTok正处于暴力引流期 也因此可以快速孵化出大V网红 他说到即便TikTok目前的商业 变形玩法不如抖音丰富 但他是可以养活美国网红的 全球网红营销平台Socialbook 中国区负责人Sorry 像一帮动力说道 据悉 目前TikTok网红赚钱的最主要方式 是品牌商的广告投放合作 即将品牌广告植入到自己创作的视频内容中 通常品牌会按照CPM 每次展示费用计费方式给网红付费 Hiram Yabro是一位最早活跃于YouTube的美肤类网红 转战TikTok不到5月的时间便吸引了500万追随者 在TikTok上 Yabro主要做皮肤护理的基本知识普及 帮助粉丝扫盲护肤务区 购物指导等 现在他每天要处理30-50个品牌商的合作要求 Sean是一位在TikTok上拥有1350万粉丝的魔术技巧表演者 他与每个品牌合作的平均收入能达到15000-20000美元 除了与品牌商合作 一些网红也在TikTok上孵化自己的品牌 比如 作用7600万粉丝的TikTok头部网红Charlie DeMilio 在7月下旬推出了美妆品牌Mothia 拥有5370万粉丝的Edison Ray Easterling 也在日前与XC合作推出了美容品牌Item Beauty 一边抗议 一边转移 据外媒报道 面对TikTok在美国市场遭遇的种种阻碍 许多网红和普通用户一起发起了Sviktok的活动 来表达自己的情绪 据悉 该话题视频的累计浏览量已超过8亿 8月2日 多名TikTok网红联名制线特朗普称 很多年轻人追捧TikTok TikTok是为积极和欢乐的空间 而非愤怒和敌意 在社会两极分化 愈发严重的美国 TikTok是唯一能够对冲这种极化的社交媒体 不过 面临未来的不确定性 以及自身的生存问题 网红们已开始另寻出路 如果TikTok被封 我会很难过 但不能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在得知TikTok有可能被封禁的消息后 很多网红表达了自己的沮丧 但也正为自己在其他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展做打算 是在通知TikTok 是在通知TikTok 感谢观看